那您临摹的画作大概有多少幅 大概有三到四张 哇 八年时间四张画作 对 因为我们的临摹老先生传承下来的 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每一张作品 我们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很长 在正式临摹之前 可能要进行上百副线稿的练习 每天也只有这一件事 基本上八年时间 我走遍了所有的洞窟 我不停地观察 不停地研究学习 不停地临摹壁画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梦回千年 能真切地感受到千年前的画师们 想要传递的美 这也是我的信仰 没错 太好了 我又想到这些树木 当年老先生们栽下的时候 也都是细瘦的小树苗 可是长大了之后 一代一代一棵又一棵 这些不同年代植下去的树 跟不同年代带起来的人 共同拱卫着 整个敦煌的艺术圣殿 我们就是站在老先生的肩膀上吧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老先生就跟我说过 他说他感觉他刚来好像 二十出头 然后一眨眼 他就六十岁退休了 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画 是前辈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梦回千年的门 我们既然选择走进这扇门 就应该更多的把敦煌的艺术 全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他的美 就像是我们的亲爱的凡院长说的 我心归处是敦煌 这样 我们打算就这样一直画下去 这是心安处 也是灵魂归处 一直走下去 画下去 爱下去 对 感谢观看